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被砍掉多种津贴 堪称2025年财政预算案的受灾户T15群体 那到底会怎么划分还有定义呢 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答案 经济部长拉斐兹今天出席活动之后表示 经济部跟财政部呢正在进行商讨 以制定明确的T15高收入群体定义 预计将会在一个月内提升到内阁讨论还要通过 拉斐兹指出经济部呢是从零开始去制定 还有探讨T15的定义的 从概念上来说主要是以家庭可支配净收入 还有家庭基本生活开销作为参考指标 并不是民众一般认为的一个家庭的总收入 而除了计算家庭可支配净收入 政府也会考量一个家庭的生活地区 以及基本的生活开销 包括房屋 饮食开销 社交以及娱乐活动等等 经济部长拉斐兹今天在马六甲出席 第13大马计划巡回汇报会之后 在记者会上表示 T15高收入群体的定义 不会是一概而论全国统一的简单界定 而是按照生活地区来划分 因为每个地方的生活开销和生活水平都有差别 至于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 昨天出席霹雳公正党大会实则表示 政府还在研究T15的分类 以确保只有真正的高收入群体 才需要以实际价格购买汽油 其余85%的人民将继续享有汽油津贴 但是安华补充 如果研究后发现 T15群体没有能力承担原有的汽油价格 就会改为T10群体 1th群体育 2th群体育 飞并水穴 1th群体育 2th群体育 1th群体育 4th群体育 4th群体育 on磨 2cel 2 term 0